一个同一层里面 旁边会有一个档名 你可以输入根目录或者不输入根目录 应该都可以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完成了 数的部分 再来介面第二个按钮 再切换回来 介面在这里 输的部分点两下 那重新再输入 不过快一点的方式是怎么样的 Ctrl C 在这边呢 Ctrl B 贴上 然后并且把这边属 改成什么呢 改成珠 那这样的话呢 第二个按钮就完成了 第三个按钮呢 再切换回来 缩小 缩小的话点览一下 那我怎么去缩小呢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其实也是动态去修改什么呢 修改 这个image它的什么呢 宽 跟它的高 预设值是200 那也就是说我今天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缩小的话 我就直接呢 在缩小上点两下之后的话 在这边做什么动作呢 针对这个宽跟高的值 去做修改 那修改的方式呢 也就是第一个 我要知道说那个image A 也是针对image A A的这个IMG A 这个 它有一个 第一个是宽度 宽度是wise W 开走的 按一个空白键 它就会上去了 等于什么呢 其实比较简单的方式 就是说 把 它原来的宽度 再 减掉多少呢 减掉它宽度再乘以0.0就好了 就是 或者是 按一下按钮 那我的 这个地方 我大概提供给各位一个方式 image 它自己本身 IMG A 点wise 它自己本身呢 在 乘上 因为我要 假设我要缩小一乘的话 就乘上多少呢 0.1 好 这样子 那特别至于它最后会 会秀出这个 这个 错误讯息 为什么 因为 因为后面 wise后面 还要有个属性 点 因为我要计算的部分呢 它是针对哪个部分去 wise有好几个 其他的方法跟属性 里面有个value 我必须要给它一个value 它的值 针对它的值呢 做这个运算 所以这边的话 记得 在wise后面 再加一个 这个属性 就是value 然后并且传给 前面的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要针对value部分呢 去做一个调整 imagewise 那这边的话 前面不需要value 值得运算 才需要加value 传回来的话呢 传给前面的部分呢 就直接这样 wise的部分